给大家介绍这道菜是一个美男的姜母鸭 做好这道菜的要点当然是食材 从食材上面我们会选择的是一个福建永春的白番鸭 两斤到两斤二两的 鸭烧味不重 它的肉非常的鲜嫩 它可以一丝丝下来 然后又很嫩口 先用姜片跟油去熬成了我们的姜油 姜油熬出来之后我们会放入白番鸭 煎至两面金黄 再放入我们的米酒跟酱油 慢慢的去喂煮鸭子 在焖煮的过程也不断的去释放肉身上的水分 所以在煮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要适当去 现在再翻一翻 大概喂煮40分钟 然后再撒上姜丝就可以 普通的鸭子的话 它在焖煮的过程中会越焖越硬 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舒软的状态 那是一个砂锅上来的 底部会给它加一点点的火 上到客人面前 那个火焰还在继续在砂锅里面 举手姜油跟姜丝 酱汁都已经没有的 是烧干了 只留下一点姜油 覆盖在我们的鸭子肉身上 五分钟 红ный食材